就是从一个人的骨髓里头抽取干细胞 然后去用来培植成人体的器官的 最近全球第一宗接受干细胞 培植完整器官移植的个案终于是成功了 这个也可以说是干细胞医疗的一大突破 那话说有一名30岁的哥伦比亚女子就是她了 4年前她就患上了结核病 就导致左边的支气管受碎 然后严重影响了她的呼吸 所以就非做手术不可了 那根据传统的医疗方法 医生是需要切掉她部分的肺 但是这样做又会严重影响她康复之后的生活素质 所以这名女子最后就选择接受实验性质的 干细胞培植移植器官了 没错 那首先的医生就将一名女死者捐赠的器官 用高科技冲洗液洗掉的器官里头 原本属于捐赠者的表皮细胞 然后她们再用这个器官支架当作培植一个模具 模型具 那接着她们就从女子的骨髓当中抽取干细胞 然后培养成软骨还有上皮细胞 然后再用特制的一个仪器 这个细胞植入那个器官的锯膜上 有一点复杂有一点难明白 但是无论如何 那种子整个手术过程是进行的非常顺利的 再加上由于这个器官是用这名女子的干细胞培植出来的 所以新的器官在她的身体里面是完全没有出现排斥的现象 那手术后的四天细胞就完全已经融入她的人分组织里面去了 十天之后呢 这名女生就奇迹般的出院了 现在的她可以随意活动 包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两亿子女 甚至还可以上舆论场所去通宵跳舞呢 那看完这次的成功案例呢 就标志着啊 这个干细胞医疗已经进入一个新世代了啊 那科学家就打算在五年里头呢 将这个技术扩展到人造猴头这个方面 那而且他们希望在二十年里头呢 能够用同样的技术呢 配置出心脏等等所有的器官 能够令全球上千万名的这个病人呢 真正受贵的